音樂 我是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四年級的蔡承煦 我在大二的時候是人本醫療社的副社長 現在主要是在花蓮縣消防局當救護醫小的工作 去家房的時候常常會發現說老人家他們拿的藥結果都沒有吃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例如說昨天剛拿了新的藥帶 可是他上個月的藥還剩下很多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幫他整理藥帶 然後並且跟他為教說這個藥要怎麼吃 那副作用有什麼 然後當我們從社團畢業的時候 我們還是沒有從松埔部落畢業 我們到了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回去部落 然後去看看老人家 然後問問他們最近過得好不好 在服務之中就我們學習到說 其實我們要先認識我們服務對象的文化 然後掌握一些助人的技巧 然後提升我們對這個文化的認知 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去用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所看到的世界 然後我們才會發現說我們所謂的給予的服務 是不是他們真的需要的 還是只是我們想要給他們的 就是我很幸運的是我有一群就同樣重視這群阿公阿嬤 然後或是弟弟妹妹阿法醫法弟的就是夥伴們 跟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為了我們這一群就是我們同樣愛的這一些人們 然後一起帶給他們歡笑關懷還有我們就是服務的專業 就是因為我在衛寶族又當志工 然後我們學校的急救訓練 都是由我們畢業大學長我們的周葵學學長來當我們的教練 然後因為我長期就是擔任學校急救訓練的助教 對然後學長就問我說 欸有沒有興趣到消防隊當志工阿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嗯我要把握這次的機會 然後運用身上所學的證照 還有護理的專業 想說能不能在課餘時間 能夠來服務花蓮在地的民眾 然後因為我是衛福部偏鄉護理精英計畫的公費生 可以利用這四年的期間就是也取得碩士的學位 對所以我也應屆報考了我們慈激大學的護研所 可以做進階護理組 對同時能夠就是透過進修去提供 我們病人更好的照護的品質 然後同時也能夠讓自己就是不斷的成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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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